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酷酷喵 那經由之前 開箱的文章介紹呢相信大家對 這款華碩小平板7吋小平板更加深刻的了解他的性能參數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進行這款平板電腦的實機測試 不顧其他旁邊去 在我手上就是這次 開箱測屏的華碩平板 他本身是7吋的Size 那在實話上都算是比較輕盈的 他也非常的薄 那又而且他的面板是搭載的IPS 螢幕所以在色澤上面呈現是十分不錯的 那因為呢這一款是 所謂的限定版就是閃電初級5限定版所以在 這款平板的背後呢有 手繪的彩繪圖案在上方 那會看到呢閃電初級5的遊戲logo呢也 在我們的平板背後 以 這款 遊戲字機 就是這款設計空戰設計遊戲的主角機呢 你人化之後的 角色 是一個雞娘 賣肉雞娘 巨乳雞娘好不管怎麼說 很可愛就是 這款這隻雞娘的他的原因是來自於遊戲裡面的主角戰鬥機啊 他的名字是RVR02 等下我們測試的遊戲裡面就會見到了 那麼現在實際來 看一下這一款平板他的螢幕表現 那我們將會用一般的 TFT螢幕就是 入門的智慧型手機螢幕來做 他同一張圖片的對比 我們首先來看 都是同一張照片 我們可以看到呢 華碩的這款平板他在 照片的 過度以色彩過度及細緻度上面來說的都是比較好的 同一張照片的在 我們一般的入門TFD 一鏡螢幕手機上面就顯得顏色比較暗淡一點 然後色彩過度的也不是那麼自然 然後缺乏活力 那還有一點就是呢 TFT螢幕他存在的 可是角度過小問題你只要把手機 移到相對傾斜的位置他馬上螢幕的影像就會 顏色就會改變 甚至按變的暗淡許多 他在廣視角觀看上是比較不利的 那會看到呢採用IPS螢幕呢 他不管是怎麼樣傾斜的角度呢 他色彩偏差情況都是 控制的比較好的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顏色偏差 所以他可是面積上面也是比較的寬廣 那華碩他本身呢也有內置色溫調節軟體 可以調整你想要的色彩 他的色溫比如說暖色系啦或者是 冷色系 甚至呢你可以開如果你不懂的拿捏 想要調節的冷暖色系的話你還可以直接開啟 鮮艷模式 他開始之後呢整個顏色 不管是什麼色系都會變得相對的 飽滿 這是 華碩以往在自家筆電上才會採用的軟體 那現在也正式登錄這種 入門平板裡面 這款平板呢他因為是三天初期五 限定版所以他也有內置的他的遊戲在裡面 那需要用PS模擬器來運行 那麼現在就來 打開遊戲看看 他的實際運行狀況如何 首先我們要載入遊戲的鏡像 因為是模擬器的關係呢 所有的按鍵都是採用虛擬觸控的 模式 那各個按鍵你都已經放置在 相對襯手的位置 可以看到呢雖然說這款遊戲是10年前的老遊戲的 十多年前老遊戲 但是在這款平板上面螢幕的加持像也有不錯的 畫質表現 然後還有因為他採用的是雙立體聲喇叭 所以 相對來說一般的入門機型 他的聲音會顯得相對的飽滿 低音也比較渾厚 然後在2150年 《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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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死亡 不及死亡 好 我们现在准备进入游戏的主页面 先进入Menu选单 在选单的浏览上面的也是非常的顺畅的 我们选择的是Normal难度 一般难度来进行测试 那由于时间关心的我们只采用第1关的 实际游戏演示 实际游戏演示 123 4 这个是好 游戏整體運行的是非常流暢 但是如果他是採用實體按鍵的話相信會帶來更加的遊戲體驗 現在會有許多敵機在我後方出現 這相對的對CPU來說也是運算比較高的負擔 依然還是非常的順暢 進行BOSS戰 I saw the messenger on the new carnet 好 我們這次的閃電出入遊戲演示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還會有其他的3D遊戲給大家做實際測試 這次的閃電出入遊戲